好,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练习3 它是谈的是那个select 它是排序的这个资料 但是根据电子书 它这边就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因为它这个电子书是有设计一些互动式问题 但是因为它的套件有一些版本问题 在目前给各位的这个版本的电子书 这些互动的功能现在暂时都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我们就透过上课演练互动的方式来带大家做 不过更好的话就是我一开始提醒的 大家可以你自己就在上课前去尝试做这些问题 更能够自己去学到东西 好,然后那么我们在这里 你们如果前面的练习一定是都算是预备动作 那练习3开始就是完真的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程式直接给copy到我们的这个练习3 那我这边是已经copy过来 这里就是要把在summary data里面属于这个就是属于是幸福感或快乐感量表的total分数 也就是说要把这个第一栏我们上面已经有看到这个预览的栏位里面的第一栏给 就是挑出来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挑出来后 我们也同样也可以做一个预览 Ahi asc 好,对不起,他这边的这个挑,他这个,对不起他这个不是只是挑出来 他这个是把这个上面的summary data依照第一栏的这个栏位的分数 从最低分传到这个就是在排序到最高分 好,那好像上一次我是没有那个特别记 但是有告诉同学 有头就有尾,对不对 所以我们预览的韩式还有除了head,除了head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tail 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看 因为用这两个韩式看到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他这个,他这样子排 又,orange真的预设就是说从小排到大 这叫做生命的排列,对不对 好,那现在的那个电子书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问说,如果说是 是,是这个,是用这个 我们在这个by里面 再加上一个生,叫做降命 desc的韩式 那会是什么样子 好,那同样我们就是 把它,我就直接写在下面 因为他,然后我们在这里 可以,可以建议 就是像我这样,像我这样写 就是把它存到另外一个新的物件 这个命名就是来区别 前面是生命排列 下面这个是降命排列 好,那我们来 我们先把韩式先写好 准备一下 看看执行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好,来这个首先就是建立了这个 这个 这个 dsc,然后看一下 好,你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真的从最大排到最小了 好,所以那 又就是我们只要看了 只要看过刚刚的这个程式 就是你有去真的去执行出这些程式嘛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回答电子书的这两个问题 就是ahitotal这一栏的最大的值跟最小的值分别是多少 最大值就在这嘛 好,那最小值你就看这上面这个 head 它的值就是32 一个32 一个是 另外一个就是 114 OK,好,这很简单 好,那么所以现在 请注意哦,这个 现在我就切到 切到这边 切到我们的那个讨论区 好,现在就是 请大家告诉我 另外一个栏位 好,有另外一个栏位 对不起 那个Luca同学 那个不是这个 就是csd OK,对 csd 好,有同学已经马上出来了 很好 很好 就是csd total的最高分跟最低分 好,要加程式码才算数哦 要加程式码才能算数哦 这里我会挑要加程式码才能 你的答案才算数 一二三已经 一 二 二 五 好,刚好 这里到这个 核同学的这个刚好是 五位 OK 好,来 那同学